中山区议员儿童乐园 街排仪式中 中山区的议员与里长踊跃出席 相当重视这个室内儿童乐园启用 都认为这是非常有感的政策 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 也不怕没有地方溜小孩放电 大家都相当肯定是长谢果良的 一区一特色室内儿童乐园 这个好玩 这是什么 这是小乔 什么 满意哦 满意哦 那你跳一下 好玩 满滑梯 还有水木嘛 还有玩滑梯跟蜜蜂 还有玩车子 还有玩车子 还有骑甲车 我觉得这样真的非常棒耶 这样子因为基隆有时候公园也比较少 然后我觉得这个不用怕下雨 然后环境又非常好 而且这次他这里坐得很大很好看 就是小孩子玩得超开心的 市场打造这室内儿童乐园是感觉怎么样 很方便 就是那小朋友的地方可以去玩 然后小朋友今天来玩 大概都玩什么很受欢迎的游戏 给他穿便装的 还有丢球 非常有感 对呀 很开心今天能够来参与我们中山室内儿童乐园 那对于每个小朋友来讲 其实我们家长遇到要带小朋友出去玩 而且不希望他们沉浸在3C的世界里面的话 都会希望可以有一个比较好 不会受到天后影响的游乐环境 那大部分呢 在基隆的家长都会选择带他们去台北市 或者是现在各县市都有开的 比较新型的私人室内儿童乐园 但是一次他的门票就将近要四五百块 两个小朋友的话 当然第二个是半价 但是一天下来光小朋友玩乐的花费 也要花费到将近六百七百 所以对于每个家长来讲 我们都希望如果这样的空间在基隆 第一个就近 第二个如果他是免费更好 那很开心基隆市政府 社会处以及民政处能够促成 现在我们的室内儿童性子乐园 而且在我们的中山区 所以对于我们许多的家长来说 他只要在线上预约或者是来现场排队 就能够让小朋友进来玩 这对于学生家长来讲 我们可以把省下来的钱 在附近去做消费或者是饮食 做更好的利用 我相信每个家长都会很开心 一走进这个场域就感觉好温馨 让我们觉得说我们的孩子好幸福 有那么一个有爱城市的市长 真的非常感谢他 让我们这些活泼又可爱的孩子 你看玩得多开心 就是一个游戏的一个花园一样 尤其那个木马 那个学长木马 我觉得一定很多孩子爱的 而且让孩子在这场域里面 就可以自由自在的游玩 我觉得又安全 非常棒 对没错是市民之福 非常感谢我们市长这么用心 为我们基隆市这多余的城市 打造了一个儿童游乐区 然后各区都有一个 如同我那个机车考照 各区如果有一个 照顾这些年轻人一样 包括老人家的营养午餐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基隆已经在改变了 由那个市长的带领之下 由小孩子一直到 就是年轻人一直到老年人 他都有在关心 那这个游乐场所真的很棒 小孩子来了都很高兴 有的还不想回家 刚刚有一个妈妈说 她已经去过信义跟这个七堵 然后今天特别带小朋友来 这个中正跟中山来开箱 然后刚刚她就把他们这个 有cosplay的这个衣服 帮小孩子换上 然后在这个梦幻式的 像旋转木马啦 溜滑梯 石工隧道 还有这个球池里面玩耍 真的是许小朋友一个乐园的梦想的未来 那尤其是七区 你看他们就可以到我们基隆市七区去 七座儿童乐园去玩 真的也帮父母省了不少荷包 中山区市内儿童乐园开馆时间 为平日周三至周五 每天四场次 周六周日每天五场次 每个场次为一个半小时 为了维护营运品质 市营运期间每个场次二十组 欢迎民众透过线上预约或现场排队 多加利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